当你走进花园 闻到许多迷人的花香时 是否感到心情愉悦 心中的压力是否都因此 而得到完全的释放 天然的植物香氛 就是拥有如此神奇的魔力 当疗法就是从植物上 经由它的根 金 叶 花 果实 树脂 这六个地方 然后进食萃取 使用的方式有锈膝 涂抹在经络上 是一个辅助的疗法 让人体可以慢慢地达成平衡 可以增强它的免疫系统 我曾经照护过中风的患者 他在便秘的方面 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处理 我们就教导他们的居家照护者外劳 使用一些像是薄荷 或者是在比较冷的天气 可以使用一些像生姜肉桂 比较温热的精油 去帮他做一个腹部的按摩 第一他取用很方便 再来他比较能够用在涂抹上 然后第三呢 就是他经过嗅膝来影响脑神经中枢 直接让脑神经中枢的内蜂蜜受到影响 我觉得他对人体的改变算蛮快的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方箱疗法 推行方箱疗法的正确理念 台湾有家来自澳洲的 有机香氛保养品牌 特别举办国际方箱疗法 即长期照护临床应有研讨会 那么我想借由这个机会 顺便了解一下 中医跟方疗和这个 在长期照护这方面的结合 我想大部分的 来中医看中医的患者 大部分就是慢性病为主 或者是老年人为主 那么今天刚好这个机会 刚好可以把这个所学 去跟国际做接轨 眼前带着一张温暖的笑容 以及和蔼可亲的态度 就是此次研讨会的主办单位 媒体产业品牌的总经理张岳元 我觉得很开心 在2016年的7月 我们办了一场 国际的一个研讨会 一路一路跟我们的朋友们 去做一些推广 去做一些分享 健康不是离我们太遥远 那健康更不是一个 模糊的一个地带 健康是随时随地 享受我们的生活 曾经有一度 我已经付完授权金之后 我已经没有钱可以发薪水了 身上皮包只剩下15元 如果不是一个 自己看到我自己跟父亲 在窗前的约定 因为我自己父亲要走的时候 他是非常反对我创业 到最后他说好 你就好好的去做你的 用你的兴趣跟你的事业 当做你的人生的事业 一个一句人生的事业 一句话 这是让我一直觉得说 人生当中除了获利 除了盈利之外 可不可以多一点温暖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使命 或许因为这样子 让我一路坚持地走下来 那在十几年前我自己的父亲 我却很难过看到他 癌末躺在床上 我才帮他做一些病床上面 让他点着一个方向的一些精油 在帮他去做按摩的时候 我自己父亲这样可以坐起来跟我说 他想喝一杯水 他告诉我说 我怕你的空气不一样 那一句话当中 让我心里像倒戈一样 从那个水的过程一路路走来 我觉得说 可以把这个很好的东西 跟大家去做分享 张岳元以人本自然 平衡生活的目标 贴心的服务 加上天然的商品 成功打入市场 深获消费者青睐 我们要求每一批的精油当中 一定是要organic的 每一批都给他做一个身份证 用很正确的数据 告诉每一个有效成分 有达到一定的比例 我们才会做 列为我们的精油 才会送到我们的消费者的身上 秉持着想照顾社会大众的理念 以生活的健康为中心 向大众分享 如何正确享受生活 张岳元用方向疗法 帮助大家找回生活的步调 找回人生的价值 有两个最需要被照顾的 一个就是我们的非常 无助的老人 第二个就是 他们是被生下来的孩子 这些孩子在一些 不当的家庭当中 所生产下来 所以这是我们未来 会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 用最天然的产品 创新及客制化的服务 成功打入市场 张岳元带着对父亲的思念 启程走自己的路 用一生实现对父亲的承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